为什么不把A12G伤害调高加入空头? 现在的空头里有步枪、冲锋枪、机枪、射手步枪、栓举、冷兵器 这武器里唯独没有线弹枪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不把唯一的全自动线弹枪A12G伤害调高加入空头呢? 其实背后有两个原因 一、线弹枪使用场景太局限 之前游戏里也曾经上线过空头线弹枪 它就是DBS 那时候的DBS属性还没有被削 已经很强了吧 可是那时候没什么人会在空头里剪它 说道理还是因为线弹枪的使用场景太局限了 只有线弹天脸才能打出伤害 远了甚至连手枪都不如 即使现在把A12G加强 那也改变不了它只能打天脸战的事实 游戏里需要用到线弹枪的是刚落地的时候 而能剪到空头的时候都到了中期了 这时候空头里即使有超强的线弹枪 也很少有人会剪的 所以没必要 二、会让游戏体验感变差 线弹枪改的太强会有一个巨大的弊端 那就是天脸太无敌 这会让用其他枪的人没有游戏体验 就现在游戏的线弹枪已经够让人难受的了 如果将A12G伤害调高加入空头 那就会呈现两个极端 中原战太废 天脸太无敌 这会让游戏体验感变得很差 所以不能将该